歡迎網址出場 歡迎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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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好嗎 OK啊 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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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想跟他講韓文 你好 你好 眼睛有關係嗎 很多人說對不對 對 那真的很像 對 常常會有人誤會 不過是標標準準的台灣人 沒有溝通問題 對 面板 是手機 只有手機嗎 還是電腦的也都算 手機 配的 都是我們 都是我研發的單位 手機跟iPad 對 還有Smartphone Smartphone 所以是比較小型那邊板 Monitor也是 Monitor 對 你是在很大的廠牌下面嗎 算大公司 算大公司 對 在南科 好的 誰有問題的 沒有 沒問題 要來請王子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吳志偉 今年32歲 然後身高182公分 體重78公升 天蠍座B型 然後我現在在台南科學園區 擔任面板也怕工程師 然後興趣很廣泛 但是沒有不良嗜好 那今天很開心來到這裡 希望各位公主們 能夠給我一個認識大家的機會 然後謝謝大家 好的 相當誠誠的自我介紹 來 重點來了 小卡片 來 巧巧 請問為什麼是這位女孩 就滿順眼的 順眼的 對 很重要 順眼很重要 順眼 好 各位看看王子順不順眼呢 各位覺得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好 這個狀況要了解一下喔 來 為什麼滅燈的朋友 跟我們分享一下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阿娜 因為年紀上差有點多 喔 好 3 因為年紀差異的請舉手 我 OK 好 那就問 亮燈的朋友 來問問看 奧利維想講對不對 哈囉 王子你好 我是奧利維 不過我覺得他 就是還滿成熟穩重的 然後還要 還想要多了解一點 還不夠深入 對嗎 很好 留燈繼續觀察 還有沒有 來 頭兒 就是我覺得王子 就是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已經有穩定的工作 還有事業 對 還有嗎 還有沒有 還有想要發表你的意見的嗎 應該是想要了解王子的生活 請看 有空的時候 我會跟愛好出遊的車友們 出去遊山玩水聚一聚 然後大家分享彼此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還有工作上的一些問題 大家都可以在那邊聊聊討論 但不要誤會喔 我們車聚是靜態的車聚 我們不飆車 我們也不跟人家乘充鬥狠 只是一個健康 有安全的 以車會有的活動 我喜歡彈鋼琴 小時候學過幾年鋼琴 但由於刻意的壓力 就沒有繼續練習 長大後 會藉由彈鋼琴 來觸發我生活工作上的壓力 那彈鋼琴這件事 也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閒方式 其實女孩要的並不是王子 而是把她當作公主對的那個人 希望今天我能成為你生命中對的那個人 來 好 謝謝 站在這裡其實壓力真的很大 來啦 我幫你啦 好 謝謝 所以常常女生會說 嗨 沒事沒事喔 王子站在這裡啊 講話啊怎麼樣啊 或者動作怎麼樣 因為是一件非常緊張 壓力非常大的事 真的 有很多汗 對 可能是其中外套都脫了 結果看到裡面是背心 都濕透了 天下都濕了 好 剩下三位 大寶跟頭兒 頭兒 王子住台南嗎 對 他是高雄人 高雄人 所以現在居住 是高雄跟台南這樣通車 我是在高雄有買房子 但是我在台南是住宿舍 宿舍 所以可能是這個 週末回高雄 週末就回高雄 對 好 好 最後一個階段 誰 這個問題 誰 推薦你 親妹妹 親妹妹 妹妹 你答案的 請看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志偉的妹妹 我哥是一個能聞能武 能盡能動的男生 雖然他一路上就讀的都是理工科系 也擔任工程師 不過他內心可是非常的體貼 善良 而且非常的溫柔喔 這幾年來他經過工作 跟生活上的一些風風雨雨 很激烈 可是卻讓他成熟也學習了不少 因此呢 他更希望能有機會 找到對的另外一半 將來有機會也能夠安定下來 現場各位的好女孩們 我哥真的是一個 現在的新好男人 要好好把握機會呢 我好開心喔 怎麼感覺妳是他家人 不是 而且抱他沒關係 妳這樣抱得很 他很擔心 妳好像 妳好像從少林寺出來 要把那個頂移開的感覺 妳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男人 我都可以感覺得到 所以我覺得 實在對不對 穩重 好 再按一次他們會再亮燈嗎 不會 沒有了 沒有了 他擔心還有一輪 開玩笑 沒有了 還有一點幽默感 對 實在穩重不花俏 其實這個很適合 未來 好啦 三個女生 所以我們要進行的是 王子的選擇 還有三個女孩為王子留燈 大抱 頭兒 小碗 今晚王子會選擇 與誰去約會呢 王子的選擇請開始 GO 加油 他還在緊張 還在緊張嗎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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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給我兩張面子 內功要好好的練一下 調一下自己的氣息 調完氣息之後 就要對這兩位 提出一個問題了 是的 請問 你們會覺得男朋友 做什麼樣的行為或動作 是會覺得很黏人的 那 什麼樣程度的黏人 是你可以接受或不接受 好啊 就是因為我現在也在工作 然後我不喜歡 因為現在那個 LINE很方便嘛 然後我不喜歡男朋友 就一直LINE你 然後問你在哪裡 在幹嘛 然後我明明就在交課 我已經在工作 或是打電話 一直煩你 我希望就是 還是要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讓自己做自己 想要的事做的事 對 連環簡訊你受不了 對不對 好 大寶呢 大寶 我也是就是 如果說 簡訊或是電話太多的話 我也是可能不太難接受 然後或者是說 打來就問說 你今天有沒有想過啊 還是什麼的 就是我覺得 一個男生 不要這麼的女生 不要那麼娘 對 好 你翻譯得不錯 幹什麼 誰 誰 幹什麼 你看你講錯 他是為了你這個娘子 滅燈的 抱歉 好了 這兩位的答案 你都聽到了 心裡應該有題喔 接下來 在大寶跟頭兒兩個人裡面 滅掉一盞燈 牽著另外一個人的手 到中間來 準備好了嗎 王子的決定請開始 GO 準備好了 心裡有答案 好 首先 要恭喜本節目 哇 又造成了一個 春雷大的局面 HOME RUN YES 接下來要問問這兩位啦 對 請問 男生為什麼選擇頭兒 其實剛剛答案沒有絕對啦 但是我覺得 他就是給一個男生 女生必須適當的一個 那個空間 時間這樣是OK的 這個是滿 因為工作上有時候 不一定能夠一直 聯絡或傳訊息 那適當的關心 那是需要的 你也覺得 這是你很能接受的方式 對…OK 對不對 男生的特點 對 什麼東西 讓你吸引你到 留登到現在呢 我覺得很 很憨厚老實的感覺 就不會沒有不良的嗜好 然後我也不喜歡愛玩的男生 很好 實在才是王道 是的 恭喜兩位在一起 取緣彙報 耶 在一起 啦啦啦啦啦 把啦啦啦啦 在一起 把啦啦啦啦啦 把啦啦啦 我和你 有做不完的事情 在一起 把啦啦啦啦啦 把啦啦啦啦 然後 這個行不行 行 有了每一集就照這樣辦理 太棒了 收到了 學不得 來 我覺得王子他很成熟穩重 然後給人家很老實的感覺 然後我也不喜歡愛玩男生 然後他也對自己的未來目標 已經很有想法 未來也不好自己想要走的路 希望以後跟他有還不錯的互動 我們要結婚 什麼 不會吧 剛配對成功不久的劉子謙跟菲菲 這麼快就互定終身了 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段超迅速羅曼史是怎麼開始的 音樂創作王子劉子謙 跟一見鍾情的22歲女大生菲菲 今天要去約會啦 中文不好的子謙 能不能在今天 好好的向菲菲表達心意呢 大家好 我是劉子謙 現在這個很高興 接下來馬上就要跟菲菲 一起喝一杯咖啡 然後談一談心 希望我們可以把他的心給停過來 是 哈囉 我是菲菲 我現在超緊張 所以我腦袋有點空白 不知道我待會兒要跟他聊些什麼 就因為我是悶騷型的 所以我一開始可能會比較緊 怎麼辦 信心滿滿的子謙 會怎麼打動悶騷的菲菲呢 你肚子餓嗎 嗯 你那麼瘦我好像得多吃一點齁 這我們瘦應該才吃得很少吧 對 你那麼瘦應該多吃一點 因為太瘦了 是 對 對 好 那你要吃什麼 你幫我講 呃 貓王三明 台啊 日 三明日 對 貓王三明日 來一個貓王三明日 不會吧 剛才不是信心滿滿的嗎 怎麼一下子就出糗了咧 不過菲菲似乎毫不在意 還拿出了精心準備的小禮物 要送給子謙 我有帶東西給你 你有帶東西給我 對 這怎麼好意思 因為我都忘了帶東西給你 給你 這真的 可是就只是小小的信心給你 有一張卡片 一張卡片 對 對啊 好 謝謝 真的很貼心 我可以先來看嗎 可以啊 好 會 有點害羞一點 那玩就看了 他寫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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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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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花多長時間花 這是你畫的嗎 還是比較不會畫的 這是我畫的 這是我畫的 我下次現場畫給你看 喔 大概 20分鐘到30分鐘吧 非常感受 對 就大家心中永遠No.1 我一張嗎 永遠 妳就是No.1的女孩 是不是 不是 不然我現在拿一張紙 我現在畫給妳看 可不可以給我一張紙跟 謝謝 馬上就來這種愛的告白 紙錢裝得傻傻的 原來骨子裡也是把妹高手喔 那我也要叫公公 我要不要吃了 就這樣 妳要不要 沒有啦 很感謝 不要吃 不要吃 菲菲啊 妳喜歡就好 反正親人眼裡出西施馬 不管紙錢畫出什麼 我看在妳眼裡 都比莫卡莉莎還美吧 可以 可以 妳也要咬麥 喔 燙舞 好燙舞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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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打出來 剛剛打出來是不是 好燙喔 棒 謝謝 聽起來好嗎 真的好 真的好 它很 很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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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是第一次約會 然後妳已經開始在一起 可以share喝點 有沒有也太快了 對啊 哎呀 被誓破了 趕快換話題吧 所以爸媽還好吧 很棒 都很好 家人都很好 是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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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像是 好像對面是那種爸媽 然後準備要跟爸媽說 我們兩個要結婚 我們兩個要結婚 有沒有 有沒有 很像對不對 子晴你這麼快就在模擬見父母 到底是認真的還是開玩笑啊 我帶你去散步 當然我台北是路不熟 可以走 因為我不要怪我 怎麼會怪你呢 可以走在你身邊就很幸福了 在夏日晚風的吹拂下 兩個人像小情侶一樣浪漫的走著 但是殘酷的約會大考驗 就這樣悄悄的降臨啊 拍攝完約會新的之後 無願繼續約會就離開現場 結果會如何呢 就是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男生 就我個人是還蠻喜歡他的 只是他畢竟因為他是藝人 然後他認識的女生 當然就有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然後一個比一個漂亮 所以雖然說 女生才藝的點我當然也都有 對啊 我也覺得再看吧 因為如果喜歡一個人 我是保養力也很大的 對 跟菲菲聊完之後 感覺她是一個很 很害羞的一個女孩子 那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 在私底下也是畫布很多的 感覺兩個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她給我的感覺是一個非常心地 善良的女孩子 非常溫柔的一個女孩子 還有機會的話 希望下一次還可以再繼續的 整個再深入的再多了解 她 是 此前首先回到了約會的地點 等待菲菲公主的出現 是 那你對你今天的表現 所以你覺得菲菲會回來 繼續跟你約會嗎 我對我今天的表現 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如果菲菲來的話 我會非常的開心 如果她今天 她沒有到的話呢 我的字典裡 是沒有放棄的 所以我會想盡辦法 找到她 對於子謙一人身分有顧慮的菲菲 到底會不會回到相約的地點呢 嘿 嘿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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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那我們去看電影吧 好啊 走 去看電影 我要看鬼片喔 好 一定 太棒了 太棒了 OK… 快去看電影吧 要記得手牽手喔 今天約會超級成功 我們下週見 今天長腿哥哥們的約會 完全比賽 太棒了 太棒了 下週還有什麼樣的 特別單元呢 一定要鎖定 王子哥約會 拜拜 超厲害的 很厲害耶 超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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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